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两个好机友 备贪男和酱油女 丹丹交了新男票 两人经常外出骄傲放纵 而妹妹是个很八卦的人 偷偷问蛋蛋 你们俩那个没 那个是哪个咯 还有喂 这是啪啪啪啊 哦 那必须啊 我们昨晚上啪了一晚上 我演示给你看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拍拍拍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拍拍拍 你神经病啊 晚上男票约丹丹出来继续骄傲放纵 而这次的骄傲放纵跟之前有不同 要先吹 再啊 比吃奶的力气摇晃汽车 哇哇没想到男票竟然拿出一条十年没洗的内裤 捂住蛋蛋 瞬间蛋蛋就被熏晕 行后蛋蛋被捆绑起来 男票说恭喜你 中了诅咒 这个诅咒只能通过啪啪啪传播 别人传给我的 现在我跟你啪了 又传给你了 后果是有一个叫跟屁虫的鬼 会一直跟着你 而跟屁虫很厉害 可以变成任何你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 目的就是接近你 再搞死你 你看那位那个露着熊猛熊的女人就是跟屁虫 如果不想死的话 就赶紧跟别人啪啪啪传出去 当然我不希望你死 你死了 她又会往回杀我的 等跟屁虫来到蛋蛋面前 让蛋蛋体验到诅咒的恐怖后 男票带走蛋蛋 并丢到蛋蛋家门口独自离开 只有看到后赶紧过来并报警 不过警察抓不到男票 因为男票早有预谋 一直用的假名字 第二天蛋蛋上课中 看见有个白床男大娘向她走来 蛋蛋赶紧敲课 想试试看大娘是不是跟屁虫 却发现旁边同学都看不见她 蛋蛋断定 白床男肯定就是跟屁虫 这下不信也得信了 蛋蛋马上去找妹妹和贝太男倾诉 贝太男决定睡蛋蛋家沙发 保护蛋蛋 晚上厨房玻璃被打碎 蛋蛋惊喜发现 一个边走边尿的跟屁虫 厉害了我的姐 蛋蛋手脚并用爬回房间关好门 等将有女进来时 又出现一个新的跟屁虫 蛋蛋迅速爬楼梯逃走 骑着自行车飙车远去 正在跟妹子调情的隔壁邻居 替死鬼看到这一幕 随后蛋蛋来到一个公园 继续跟替死鬼都跟过来安慰蛋蛋 蛋蛋决定找到男票问清事情 贝太男在男票做的房子里 翻出一本不可描述的杂志 里面夹着男票和同学的照片 我也是很好奇 为什么要放照片在色情杂志里 难道是为了当书签 蛋蛋认出男票的校服外套 查出男票家地址后 众人怼上门 男票还是说那些话 这个诅咒只有啪啪啪传播 才能暂时安全 你是女神 想跟你啪的人估计有一卡车 快去传播吧 然而T死鬼认为 这就是个骗炮的low逼游戏 于是带着异星人去海边散星 T死鬼去放水时 路口走过来一个人影 没有人注意 靠近蛋蛋后 却只见蛋蛋头发不自然地飞起 像是有什么看不见的鬼 在拉扯蛋蛋头发 贝太男拿起椅子砸过去 蛋蛋被松开 贝太男被弹飞 蛋蛋马上去屋内拿起枪 射向跟屁虫 万万没想到 被打中脖子的跟屁虫 竟然还能爬起来 蛋蛋赶紧把门关上 门却被空气操开了一个洞 冬中出现又变脸的跟屁虫 你干嘛 蛋蛋撒腿就跑 开走T死鬼的车 却不小心出了车祸 蛋蛋在病房里醒来 看见家人和亲友都守在旁边 这次终于下定决心 跟T死鬼做不可描述的运动 传染给他 玩上后 T死鬼继续勾三搭四 把跟屁虫传给其他人 主要因为T死鬼 根本不信这事 如果蛋蛋一直担心 T死鬼会被搞死 果然回家当晚 蛋蛋就看到 跟屁虫闯进T死鬼家 蛋蛋赶紧打电话给T死鬼 结果却关机 马上跑去去看到 T死鬼妈妈在敲门 蛋蛋愣住 替妈妈用膀胱看了眼 蛋蛋又继续敲门 这肯定是跟屁虫一容的 蛋蛋叫T死鬼千万别开门 但T死鬼不信啊 看门还骂他吗 搞脆脆 我也没想到 跟屁虫立马扑上去 坐在T死鬼身上 啪啪啪啪 T死鬼就这么中了阴毒 扑该 蛋蛋反应过来 下一个就是他 赶紧逃 开车奔向湿河远方 起来后去海边 传染给三个男生 某天贝胎男 一心想要成为 蛋蛋的男人 保护他 但是蛋蛋拒绝 不想再害死自己的朋友了 再说跟T死鬼 高中就做过 一回生 二回首嘛 优优的贝胎男 看着墙上的照片 想到一个 杀死根屁虫的方法 带好机友们 去游泳馆 让蛋蛋勾引根屁虫 下水再迅速爬出 大家把街上垫的电器 扔进水中 垫死根屁虫 哇 没想到根屁虫 竟然是有智商的 举起水时边的 各种电器砸上蛋蛋 不过好险电线没那么长 入水后没有导电 不然蛋蛋就扑该了 蛋蛋指着根屁虫的方位 妹妹机智拿毯子 罩住根屁虫 贝胎男一枪爆头 根屁虫倒进水时 又拖住蛋蛋 贝胎男继续开枪 又再次爆头 厉害了我的哥 盲射神枪手啊 这命中率 要是给我 抽一发SSR可好 蛋蛋赶紧爬上岸 涌池只剩一片红 镜头再次来到蛋蛋家 这次贝胎男 终于转正跟蛋蛋 做不可描述的运动了 最后路上两人牵着手 各怀心事 背后一个诡异的身影 越走越近 故事结束 看完后 我是一脸懵逼的 这下又多了个阴影 就是猜猜路人 到底是不是根屁虫 看似这是一部恐怖片 但其实是一部 性安全知识教育大片 啪啪啪就传染 这指代的就是性病 导演也是为了 美国青少年 越来越开放的性心态 操碎了心 也是不知道 看完这部电影 还能不能好好的 啪啪啪了 而根据这部教育篇 我懂得了一个道理 找个婆娘不容易 得了性病 谁跟你 拒绝黄肚毒 也拒绝月月月 好了 下期再来看 Peter跟你吐槽 启曲电影吧 喜欢瞎扯电影的小伙伴们 欢迎扫码 关注微博或者微信公众号 有什么有趣的电影 我们一起聊